金融東岸商場案引爆基隆市長謝國良罷免案 罷免團體將第二階段4.3萬份連署書 交通基隆市選委會審查 但卻被發現不但連署書陣營本數量對不上 插了185份被要求補件 甚至還有筆跡重複的情況 謝國良因為保護市民財產 卻落得被人操作罷免 藍軍大集結吉隆聲援 原來他們搞了40天才連署2萬多人 怎麼林佑昌一下來就變成4萬呢 你到底想淹是什麼 你想轉移什麼焦點 我租個停止廠給你 你去租給NET 這很奇怪嘛 當時NET跟金融市政府跟林佑昌 都沒有談好什麼條件嗎 一個商人我就花幾千萬去擴增 有可能嗎 NET 當初自己建了2到4樓 林佑昌擔任金融市長 竟沒登記產權 為了炮轟市產就這樣變私產 如今謝國良為了保護市產 卻遭到政治操作搞罷免 只有罷免 謝國良更不得再繼續淹下去 台山被我們經濟去 把人股材人贏 沒登記回來嫁人市政府 他把登記下來 這樣可以把罷免嗎 你嫁人人我出沒了啦 叉叉康點出民進黨這次動員罷免 除了可能要保林佑昌還有這個盤算 民進黨這次發動這個罷免 簡直是沒有道理 邪惡罷免 民進黨很壞的 赤子挑染的是覺得基隆 他有機可乘 搞成以後呢 明年他在全台灣發起立委的罷免 希望利用罷免 用這種偷吃部 把立法院再倒過來 這是很邪惡的 我一點都並不會有壓力或緊張或害怕 我們真的有在做事 相信我們會獲得最後的勝利 謝國郎說早做好全面應戰準備 但保護市民財產卻引來罷免之火 難道在民進黨眼裡 只有選贏的地方才造民主 藉林專家李璇 SNG小組基隆報導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讓我學習 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您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